你好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半 然后我现在在去地野站的路上 然后要去浦东机场 端午节就是提前订了去长沙 转一转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时间 我有在感觉可能会有点来不及 我就这个每次出门的时候 再要磨磨叽叽就是 本来时间流的还是挺充足的 但是一收拾起来就磨磨叽叽 搞到最后都 就是时间不太够用了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戴口罩 是因为我这条街人 特别特别特别少 然后一会儿到了人多的地方 我会把口罩戴起来 防疫还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注意戴口罩 下了地铁之后 狂奔了一下下 然后现在应该能算赶上吧 现在去直击 就是我三月份去成都的时候 也是从浦东走的 那个时候机场就很空 也拍了vlog 然后现在是六月份端午节 机场还是挺空的 但是比那个时候人稍微多一点 嗯 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还没有逐渐在恢复当中吧 现在现在已经马上凌晨一点了 可是我的肚子真的好饿 就是现在好像是因为疫情期间 然后飞机上面都不提供餐食 然后就只发了一瓶空泉水 到我上飞机之前 我没有吃东西 我这样饿的都已经真的不行了 然后我刚才叫了一个外卖 就是这个点钟还要外卖可以叫真的好幸福 来长沙就是要缩粉嘛 然后我刚才叫了一个红烧牛肉粉 现在在等外卖来 然后我这次订了这个酒店的房间 我觉得很好看的 哎呀小小的来一个room tour吧 就整个还挺有设计感的 所以这间房间超级大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色彩色调我真的好喜欢 就是这种蓝要配这种黄 然后就画了瓷妆我觉得好好看 哦点的是这一家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好吃 我就是看到这家牛肉粉现在还在开 然后就点了它 点了一粗红烧牛肉粉 点了一个糖油粑粑 都是第一次吃 哦闻起来真的好香啊 可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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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现在已经快中午了我才在吃早餐 勉强叫她个早午餐吧 本来想的是收拾一下 赶紧出去找个地方吃来的 但是我实在是有点饿 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出去找吃的 就叫了一个瑞幸的早餐 一个牛角面包和一个 Fly white 已经三点多了 没有三点多快三点了 我终于收拾妥到要出门了 外面虽然是阴天 但是看起来好像也不两块 今天应该有三十多度 哎我这个防晒怎么还反光呢 嗯 准备走了 我刚才在假意 故居那一站下车 然后现在应该是来到了这边的一个商圈 武衣大道吧 前面应该是 然后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戴口罩 就是呼吸不是那么顺畅的 关系 我坐那个公交 我现在真的晕了 我现在 有一点就是晕车竟然坐公交 然后我想说 想喝一点冰冰凉的东西 一般我晕车的时候 我喜欢喝点冰的 所以我想先找一个茶颜月色 然后端着它逛一下这个地方 哎这家人比较少 送了一张集点卡 可是上海没有茶颜月色 哈哈哈哈 夏日限定 让我来尝一下 还有一个大师 那就是 这里的山河 到那儿 我又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进去逛一逛 不在想我要不要买一个小风扇 为了不热吃在外边 肚子突然有点饿了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 就随便找了一下店 然后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今天的晚餐叫了小龙虾的口味下来 虾的外卖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店里吃 一来是排队真的 那个对排的 两三个小时起吧 再一个就是我一个人在店里吃 有一些许的凄凉 所以我就叫了一个外卖 这个烤钱攒劲了 我来看一下这个虾 不错不错不错 开心 就 现在是凌晨 我的晚上23点58分 我现在要开始吃宵夜了 天呐 我刚才吃完小龙虾 然后洗了一个澡出来 我就饿了 天呐 他最饿了 要了一个招牌卤粉 然后在外卖上面看见 他的介绍上面说 这个卤粉上过天天想上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就准备吃一下 哈喽 我现在在等公交车 然后我今天要去 雪子龙影像艺术馆 是一个还挺远的地方 公交车大概要坐 可能一个30站左右吧 然后 我觉得我真的是以一种度假的心情 在旅游 现在是两点半 我才要去坐车 然后去那边 就 有一点进步吧 昨天早出门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这个头发 我这个头发今天真的格外像清朝人了 我发现现在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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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太放不开 嗯 啊 我觉得茶演月色的 他们的这个视觉设计平面设计真的做的很不错 哎 我这个袋子真的好好看啊 就很好看 然后给我这次城沙之旅买了一点 纪念品吧 买了茶演月色的茶叶 这是两罐装的 然后这个是 就是这种茶包 我主要是看到他 这个是葡萄乌龙茶跟茉莉绿茶 我就很想尝试一下什么葡萄乌龙茶 还没有喝过这种 然后也给我的姐妹买了一份 到时候寄给她 宵夜时间 然后这个猪油拌粉 我刚才尝了一口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我 是我来了这两天 就是吃到的唯一的一个 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 我觉得就很一般的一个 一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这家做的不好 所以我明天可能还是会去找 一个更好吃的猪油拌粉来去试一下 还有我的甜酒小汤圆 还有我早上没有喝完的咖啡 我真是太节约太勤奖 就大清早的就喝茶 因为是不是太过分了 今天要去长沙士博物馆 那是我实在是懒得出去找吃的 我就决定叫了一个外卖 然后我们到时候吃完了 我再出门吃饱了再出门 他们的这个袋子上好可爱 这个 我的早午餐 这个野山椒爆炒牛肉 这个真的好香 我刚把这一盒打开那个香味 真的是我觉得应该也很好吃 已经十二点八了 就赶紧吃完准备出门了 博物馆所处的这个地方是 长沙冰江文化园 然后这个是长沙音乐厅 上面这个是长沙博物馆 下面是长沙规划馆 然后旁边这个 这个这个是长沙图书馆 就这些市民文化设施跟 对市民文化设施都在比较集中 因为我的建筑还蛮有特点的 长沙博物馆的建筑本体 就是我其实还没有查过说 这个建筑它本身设计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的话 它的这种折叠的这个异形的这些面 就是有点像小的时候我们折纸的那种感觉 就我自己的解读哈 然后上面有一些浮雕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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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